你 弄个串烧吧 我们唱唱rap 在那边有你这美的动物 我 别怀疑我 想听你说 这是我的脑 明天会有 都是音乐方面的东西 看你喜欢哪个 先到先拿 哎呀 想要口气 想要口气拿 海岛漂流季指导民们的特殊心意 看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礼物 都是音乐方面的东西 看你喜欢哪个先到先拿 哎呀 我给我儿子 要他用一个那个小架子鼓的小朋友 空气架子鼓 可以 谢谢杨迪 哎快来 来了 快来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 给你们送的小架子鼓 我的礼物 哇准备这么多 对啊 人手一个嘛 哇 看看 跟你们都准备都是音乐相关的 我想要口气 想要口气拿 卡祖迪会唱歌就会吹的 卡祖迪可以 吹过没 吹过 好 去他了啊 口气是不是很难吹啊 小心吊了 吹一个那个嘛 I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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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么苦呢 哈哈哈哈 因为二胡的感觉 哦 哦回去了 还有西 小丁来了 小丁你选一个礼物吧 都跟音乐相关的 送你们的 他们都选了一些了 这敲的吗 这剥片的 我想要这个 拿 小赫尔快来 你拿没拿礼物 没拿 现在还剩几样了 我想要这个 行 开了马上使用 我们吹个笛子好不好 精神状态在这一刻达到巅峰 刘文 快来快来 什么 有一个这个送你一个钢琴或者这个一个手指拨片的这个乐器你要哪个 拿这个吧 谢谢 行 好小马来 送你的礼物 这是什么 就是一个音乐的那个 就是类似这种 哇 包饺子对我们南方人真的很 我只会包 我只会吃 见过这种瓶吗 我们对比一下 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包包子了 你这个是不是还可以再扯一下 海岛漂流记之主打一个手忙搅乱的饺子午餐 包饺子 包饺子对我们南方人真的很 我只会包 我只会吃 见过这种瓶吗 哇 挺好的这个瓶 嗯 可以 雅萱这小饺子包的有模有样的 雅萱饺子包的一直都还可以的 真的有模有样的包的不错 我包不来这个东西 太老师能不能教一下我呀 教你教你来 我先拿这么一个 你感觉这瓶有多大 往里面馅儿差不多了 先把这中间夹住 然后就这么给推上去 这样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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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做个记号吧 这是你自己包的 这是我自己包的 这是我自己包的算先吃了 这样是吧 对 第一把先把它摁住 这口往上这么一推 你看 这边摁石 对都要摁石 然后这边往上这样挤着 对对对对对对 把这拿手指都把那馅儿往里堆堆 好像也不符合了 对对对 大饺子 大饺子 巨大的饺子 我不会包兄弟们 你们包吧 我帮你们擀皮 你可以给我们鼓励 好想 哇好丑啊 这个真的 我们对比一下 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包包子了 你这个身子还可以再扯一下 我想把它切成面条 一个一个刀削面 刀谁削的面 叫刀削面 去弄吧 其实我会一点点 其实尖的很 只要你不露就行 就这样 妈呀 这啥玩意儿 有那么夸张吗 迪哥 也还行吧 对一定会要露馅儿啊 这个不知道 这位擀皮师傅 你能把这个给还原一下吗 这是啥呀 皮 这是皮 然后你做面条吧 你会包饺子吗 你包的啥样的我看看 你包的 这像个鱼 这哪像饺子 这已经开膛破肚了 这饺子就中暑了 外边再包一层吧给它 行了 可以吗 太老 饺子皮包饺子 这独创的这个 你会收钱 收保护费 海岛飘流寄之 一份留给有猿人的海岛宝藏 我可以借一下你们浪花币吗 十块你要干嘛 我要收集起来 给下一人捣鸣 什么叫下一人捣鸣 把他藏起来 就能藏宝图那样 哦 不错不错 你这个梦想我投了 我负五块 你这个梦想我投了 三斤 三斤 给你收钱 收保护费 我差点这个 有点多啊 你们给我你们的浪花币呗 干嘛呀 我收集起来 放到盒子里 40 你哪来这么多 你哪来这么多啊 这是我 我不行啊 我不行啊 天哥你有没有多的浪花币 有啊 三十 咋啦 我放这里面 我去做有意义的事了 还有还有一点没到 我想要带你去台边 我一直 我埋在哪啊兄弟们 埋在那个树根上 好烫啊这个杀 可以了差不多 可以了 可以了 这是谁的那套 这是谁的衣服 海岛漂流济之时代少年打call 团上 这里有音乐吗 可以放吗 可以放 我试试啊 有点忘记 哇哇哇哇 欢迎所有到岛上来的朋友们 让我们好好享受在这个岛上的时光 聊一下 哇哇呦 需要 放フ屋 哇呦 这是谁的电套 这是谁的衣服 你的电套 小赫 小赫是我的吧 不是我的吧 哎呀 回法要 后面好乱啊我这儿 我帮你理一下啊 整理不了吧 没有当男生的经验啊 我没有想到所有人都要回去换衣服 我就怕耽误大家时间 我裤子衣服全部穿好 我只换了个上衣就在旁边裸体换的 你看他 他那个皮带都穿在腰上的 不是有两条皮带 那你把这个 你摆不进去 就这样吧背后 反正没什么背 你确实一般背后我们都不扎到 后面好看吗还行啊 哎这是谁的那套啊 这是谁的那套啊 还是我的 你的那套吗 一模一样复刻啊 直接按照我们那个座子是吧 我们有一套衣服跟这一模一样 这你们自己的衣服吧 你们 穿过这个衣服 好帅啊哥 哇 是我们那个上王牌那套衣服是吗 这套 这套就你们的歌的衣服 对就是我们当时表演另外一首歌 叫 大时代啊 穿的是这个衣服 那套衣服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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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钱不见了 谁偷了我的币 我要黑化了 如果真被偷了 我会展现我展现的一面 你看着吧 海岛漂流气质 海岛巨额浪花币失窃事件 谁偷了我的币 掉了吧 丁哥 你有看到我的币吗 没有啊 交道快报 经海岛巨额浪花币失窃事件 你们请张哥吃饭吧 他有气有气 嗯 张哥我们请你吃饭吧 张哥 张哥 那你要吃早饭吗 我请你 是不是你拿的杨小翔 我拿你啥 我一共就是30了 你钱呢 我钱不见了 我放帐篷里的 你们拿出来吗 没拿出来呀 那怎么可能会丢呢 就只剩这几个了 是多少 6块7块钱啊 啊 不可能啊 那个里面就我们7个人 谁能下这么黑的手啊 不至于吧 等一下我再找找找找找找找 是不是掉里面 你好好找一找 有没有可能夹夹的那个 你刚刚那个是拉开的吧 应该 我不信吗 这么夸张吗 又不见了啊 没有没有毛我的吧 这些人 浪花壁丢失的张真元 踏上了他的寻找之旅 往帐篷方向走去 他就是被拿了呀 绝对在他们手上 这些人 再怎么掉不可能掉成这样 不用说了绝对在他们手上 有GoPro记录啊 但是不不一定是一个人拿的 我感觉他们平分了 除了那六个还有谁啊 你看杨浩翔这么大方 想请我吃饭 怎么可能嘛 对日夜相处的兄弟们 十分了解的张真元 内心已经有了推断 我要黑化了 如果真被偷了 我会展现我展现的一面 你看着吧 此刻另一边被怀疑的对象们 也在仓促讨论 我也有一种罪恶感啊 你拿的最多 你递给我的呀 我没看 我拿了就 我50 兄弟们 兄弟们 不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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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哥怎么能这样 不能这样 不行 不行 走走走 哎真的 我这于西部人 我真是不喜欢你的高天 不喜欢你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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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 你这个干嘛 我们把他的划分了 你好狗啊 这是得提醒他呀 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 让他知道 丢三拉四的后果 我的币呢 我忘了拿我的币了 他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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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开始摸了 我钱袋呢 没关系 我还是买我的钱 你是长刀 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还给我吧 快点 我知道是你们拿的 你往前上肯定拿了 哎 什么话题 我就知道吗 我说不可能平白路过消失的呀 你觉得很诡议吗 回家就剩个5 和两个1在那 50个都不丢了 他们拿 他哪里有吃吗 谁拿50 这个丢的还挺挺准 就不丢小的 就丢大的 然后杨翔过来就说请我吃饭 我说我 没见过这么好心的人呢 哈哈哈哈 怎么我不能想吃 拿他的钱给我 你拿吃饭 结花结活了是不是 没事 姐姐跟我回答你 你之前请你去玩这些项目 我不玩我绝对不玩 我就只坐在沙滩上看着你们 不行你要你要躲在躲在 就这里大哭一场舞 这样才能回去 你不行不能哭 那也隐忍 我坐在一边看着你们玩得很开心 然后我也笑 这个剧情也算是最好的 别怀疑我想听你说 你将给少年美丽 啊 海岛漂流季之时代少年打扣团下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世纪中年团 哦 直拍直拍机位 啊我天哪还有直拍 谁给豪哥拍一拍 我给豪哥拍 我是豪哥直拍 我 豪哥直拍 这是直拍这里的还是你的 直拍直拍机位 哈哈 第一个没有人给第一个拍吗 有我我再给第一个拍 ok ok 第一个我这是你的哦 反正你就抓我很忙 哈哈 我是浩哥浩哥 浩哥盯着啊直拍机位 我谢谢你了 蔡老师啊 盯我啊蔡老师啊 我是团粉我是团粉 顾哥我的手机呢 顾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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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姐你们早上别吵醒我呀 上来看看看看看这什么 我以为你看的是我的 我有一点开心这种 哈哈哈哈 海岛漂流寄之男生宿舍的日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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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go problem 超有 卡皮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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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看 卡皮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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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可以打他吗 啊 他是情绪最稳定的物种 你打他会显得你很烦 他为什么弄了一只龟啊 啊 啊 确定了 确定 我们晚上换一遍呗 你们去那边试一下 啊不要 我在这都扎根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别拽我被子呀 我没拽你被子 拽过来呀 早上我的被子 我人睡在这里 我的被子盖在这里 我真 这么长一个被子 我的被子去哪里 你的被子去哪里了 这是应该问你自己的问题 你怎么能把被子给睡掉呢 你要想在那边最边上 睡醒在这儿 然后我就在这儿 中间至少有一米的被子 你拽不过别人 好好好 你给被子打个电话 问一下这哪行吗 我们三个睡紧一点不就好了 我们四个人都盖得到 小杰怎么早上别吵醒我呀 你明天早上八点再吵醒我 你完蛋了 我现在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醒一次 真的假的 我看到他今天早上起来看手机了 是不是他还叫我 他把我叫起来 我好像也醒了 好奇怪啊 他说来看看 看这什么 这是 这是 没人吧 我因为你看的是我的 我有一点开心就是 哈哈哈哈 但是你说 他也看的是我的 我直接难受我生气了 你 你看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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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工作环境里面 能够有好朋友一起一起工作 真的不容易的 特别好 最开心的瞬间是 今天在玩游乐项目的时候 哇哈哈哈哈 我跟大家一起在海里边 很放松也很自在的在在玩的时候 在海岛最开心的瞬间 应该是昨天打排球的时候 可以了吗 可以 可以来 没想到就是给你们这么捧场 而且就玩得开心 啊好热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 昨天晚上的睡觉我感觉 嗯 感觉自己被炼丹 炉里面烤了一晚上 这次来天气挺热的 所以大家都晚上都睡不着 因为太热了对 热是真挺热的 被热起好几次 接下来说一个我在岛上最想感谢的人 就是龙哥 吴提龙 我龙哥 因为我在岛上总是口渴 然后岛上没有水 他就一直在给我开椰子 我就一直在喝一直在喝 非常的感谢 然后接下来说一个岛上 好久没见的最想见的人就是小丁 确实是好久没见到了 之前还在聊天说晚上出来吃饭啊 他说我要再复习马上要高考了 然后紧接着再聊天的时候是 我已经上大学了 这次再聊天说 我都已经大三马上大四了 哎呀时间过得可真快 如果我再邀请一位朋友到这里 我想邀请邢奥伟 因为我很久没有跟他一起在海岛生活了 我们有很多特殊的回忆 如果能够在一起聚在沙滩上海岛上 那应该是很美妙的 咱们训练你的人 不能只有我和猴哥受苦 我会邀请我的好朋友 小黄 黄线 我邀请李线吧 因为李线很喜欢这种父爱的项目 如果把这个整个海岛的过程内容 拍成一部短剧 叫取什么名字 时代成长季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次海岛的过程可能对小朋友们 有很大的启发 然后能够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到很多东西得到很多 所以应该会是贴切的 我觉得弟弟们就是非常的照顾我 对我昨天没有钱的时候 药丸一直在帮我买吃的 然后小马也在帮我买吃的 然后哥哥们呢 因为跟有一些哥哥都很熟了 所以再次见到就是 好久没有见到的朋友终于能够见到 对 看到他们之前我以为大家都是很精致的 但是看到他们之后 给我的反差感很大 他们是如此的纯粹质朴 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就是在这个海岛上 受到了多少的和难 其实这次来对他们的印象还挺压抑的 就是小朋友们都很能吃苦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包袱 你可以经常看到他们大家都素颜 然后在工作的时候状态是很放松的 那我印象深刻的我当然是跟小马吧 因为跟小马的交流会比较多 他可能是相对比较安静 然后经常是在旁边坐着静静的看的 我就会找很多机会去跟他聊天 聊完之后才发现 其实虽然年纪很轻 但是都很有想法 有很多他想做的事情 那甚至也会有一些他有疑惑的地方 所以我也想说记着我跟他聊天的过程 能够跟他有一些分享 迪哥就是一个非常聪明 而且是非常懂得去照顾人的 其实工作环境有些时候真的会太累 那迪哥就会适当的时间 他就会带动一下气氛 然后把工作做得很好 这个是我觉得他相当专业 非常好的地方 欧豪呢 我觉得他就是男子汉的那种类型 很man的那种 我会鼓励他多入这种户外的中椅 因为这是能够释放你天性 而且能够让你很自在 开心的一个工作环境 哎呀我的手好酸了 好在这 果然神魂颠倒了 倒过来了 小猴我觉得小猴 因为以前跟大家就有合作过 小猴呢是 这次所有的幸运岛民里面 我觉得他的体力是最好的 然后很多的综合能力上 也是非常强的 蔡老师 不得不说到我的好朋友好伙伴蔡老师了 其实我跟蔡老师 我们从很多年前就一直有一些 合作的机会 那每一次看到他 我都会很感动 就是你会发现他几年前跟现在 他一直是保持一个非常热情 而且非常努力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一份工作做了很多年 你可能会有一些时候 是会有一些倦怠感的 但是在他身上我看不到 我永远看见他笑得阳光灿烂的 虽然大家不知道 在在幕后他可能全身酸痛啊 连衣服可能都穿穿不了 都要我帮忙巴拉拉拉衣服 但是在人前他永远是把最好状态 留给大家 这是我非常非常敬佩的 我现在呢在我们的神魂颠岛 我想要带你去海边 我之前露营过 这次依然感觉也很新鲜 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来的时候 就这里已经成为开放日了 我们等于来真的是享受来了 之前录过节目 大家也认识 所以这次就是没有那么的爱人 然后我还挺开心的玩的 小桐加油 来咯 大家都很合拍 然后很有意思 玩起来就疯到一起 最开心的瞬间就是 赚取这个浪花币的瞬间 给钱 不行 要给钱 然后我在这赚了好多浪花币 这个岛就是我福利 这就是我福利 小丁对我最好 让我以最VIP的级别 来到了他们的岛 我跟颜浩翔和贺俊玲 我们一起玩飞盘 那也是我第一次玩飞盘 很好 杨浩翔你是不是故意搞我 没有 觉得小赫好像对飞盘 还非常的感兴趣 正好我这次我也带一个飞盘 所以我想把我的飞盘送给他 我把这个送给你吧 然后就希望接下来 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 在一起玩飞盘 好啊 谢谢姐 如果再邀请一位朋友 我一定要邀请沈梦辰 来到我们这个岛上 为什么呢 你看迪哥也在 海涛哥也在 你看我也在 你说你不来这儿 我们可想念你了 不管我们在哪儿 拍照什么的 都会给你留一个位置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很想你 请腾哥来 我想让他也感受一下 就很舒服 每天都可以躺着 这椅子是躺椅 纯躺 哇 好晒啊 烤熟的感觉 在我厕所可惜了了 我给他拍张照吧 好了 Vlog就到这里了 拜拜 咱俩 咱俩 咱俩